我们今年二十二岁 我们要做一件人生大事 最后来日出品讲话 我一生只做一件事 把一件事做了一辈子 就是未来的情侦 七百八十天 你说币舍不会哼吗 二十二岁 我们第一次接触海派飞夷器 我们不是传承人 但我们是传承人 初次走进海派七亿博物馆 我们见到了这沿袭华夏五千年文化 根据时代创新的海派七亿 海派七亿是世界各地七亿融合再创新的产物 它不仅包含最传统的文化元素 同时也具有圣海的地域特色 高浮雕镶嵌 漆皮漆工艺 博电工笔彩绘等等 都是海派七亿中最具特色的工艺形式 在导师的带领下 王館长为我们介绍了 他的镇馆之宝 宋代青龙镇繁华图 听完王館长的介绍 我们仿佛能听见宋代街头 车池人流的叫卖声 因此我们决定将这幅作品的数字画创作 作为我们的毕业设计 同学们决定以三维 结合二维动画和数字插画的形式 在线这幅海派七亿 宋代青龙镇繁华图 其实你们要做一个避设 我个人觉得做避设的目的 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一个作品 而是说通过这个作品 去呈现你们对中国共降精神 对中国传统卑异的理解 去呈现 非遗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能够产生怎样的应用场景 产生怎样的影响力 那么把这些表达出来以后 这个笔设它会有超越一个 完整作品的一个例 为了更好的完成宋代青龙镇繁华图的数字画创作 我们来到了青龙镇遗址中 保留最完整的青龙寺进行调研 我想青龙镇遗址中 那是在那上海 这个叫做第一股镇 那还是当日那宋代人家 作为这个 到黑岸 某一旺那个人家 作为十八岗职业 我认为这个是在那上海 比较有盈利 这块的话就是 像以前保留下来的东西 我看到就是那边好像有个青龙镇 那个塔是大概多少年前保留下来的 它好像就是有点清明 老是老是老是年轻的 大概保留下来的 就我们之前听说就是像这块 就是像宋代的时候应该是 做生意应该是很繁华的对吧 对对 以前是这样 但是现在就那一块 很繁华的那种还有保留吗 对 这个全部保留 哦 全部保留 那像 那比如那个 我们这边叫 物理球 那比如叫小龙镇 这个球就是年软 现在都没了 对 现在就蛮可惜的吧 对啊 那个球 你去我小时都没看到 现在都没了 嗯 那希望之快是越来越发展的越来越好 对对对 希望 希望就是发展的越来越好 嗯 好 谢谢 对 对 谢谢 谢谢 实地调研结束后 同学们前往图书馆 进一步收集相关历史资料 我画的不是那个 青龙镇的市井生活吗 然后就是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了解他的市民的日常生活 然后可以就融入 因为这个就是你去选材的话 其实是有什么问题的 但问题就在于 怎么把这个 七亿融合的高画力 然后这个方向会有一些 感觉也难不住 这种方向选速是现在 有个代表的效果 但是也是改为七亿元素 这种观感联系 这种方向选速的感觉 有点清晰 你也是有意义 我光是内衣要拥来的 在今儿规矩日 要用黑派的一种色积风感 我光是激这个 那些内衣就能去拥了 而是要经过色积 无论你在那里 其实是一个底层生物 你在做这个里面呢 可以去增加一些 当代的 应用当代的技术 但是也要把原来的这些 历史的风貌 能展现出来 在王冠长引荐下 我们前往拜访 七亿大师张俊先生 当时去的时候是70岁 到现在是10年了 我搞了10年了 今年80岁 我搞了10年了 少几年了 这个生意里面呢 45年我搞了三件作品 喜欢 你要你觉得这个好 你就是学 学了以后坚持下去 现在很难的坚持 这个学的时候没有产出的 没有产出的 讲是好讲呀 继承继承 你怎么继承呢 我刚刚看你看了 就挂尖你去做 没有一年基础 你搞不出的 就是自己爱好是以后 然后坚持 然后去花功夫 花心地去认真去学 对对对对 应该是 只要靠自己 你要拿出来东西 你要东西拿出来 说不论 最后还是作品讲话 你一个数字 你不要去讲这一套 你把数字连关起来 搞得好数字 如果清明上方都搞出来 就是成功 就是好 基层也好 发展也好 这个是理论上面的东西 最后还是看着设计 对了 我是讲究设计的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毕业设计 第一次用自己的专业 为飞翼传承助力 整个过程中 我们慢慢明白 这一切的意义 我们会被老师傅 年过古兮 但讲起七亿的那份 神采意义大动 中头大头 中瓜大瓜 因为全部是很重要的 现在没有了 那又恢复出来 要保证它 这个叫飞翼文化 我们会在王馆长 对建管过程中 遇到困难的 轻描淡写里 感受到海派七亿 一路走来的不容易 当然说 也又肯定是 有反对意见 如果没有这座馆 七亿大师们 海派七亿文化 青龙镇的历史 可能都将消逝在 时间的长河里 那天 我们问馆长 您觉得 当您老了之后 这座馆的未来 怎么办 他笑着说 赶给国家的 只有这样 这个馆 才有未来的未来 和未来 宋代青龙镇 繁华图的 数字化创作 于我们而言 已经不仅仅 是一件毕业作品 我们看见了 这背后包含的 许许多多人的 期待和努力 原来历史 之所以成为历史 是因为一直有人 在用自己的方式 记录它 原来 非遗之所以成为 非遗 是因为一直有人 在用自己的一生 守护 对文化的敬畏 我们的毕业设计 最终告一段落 但海派七亿的故事 还在延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